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4年4月1日星期一 这个视频呢 有两方面的内容 跟大家来讨论一下 第一方面的内容呢 是现在啊 日本的这个小林治医药 还有红区成分保健品的这个事情呢 在不断的升级啊 死亡人数还在上升 就诊的人数呢 也在上升啊 现在呢 政府进行了调查 说调查第一阶段结束以后呢 仍然是一无所获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现在在日本呢 引起来了恐慌啊 本来呢 中国说啊 中国压根就没有批准 他这个对中国的进口啊 但是呢 日本的小林治医药 现在说他们这个产品呢 可能通过非法途径 已经进入了中国市场啊 这件事情 一会儿我们来详细的讨论一下 第二方面的内容呢 就是关于郭文贵的这个案件啊 美国的法庭文件啊流露出来 这个法庭文件显示呢 美国的司法机关所掌握的所有的证据 看来呢 都是来自于郭文贵的这个GTV的直播内容啊 其中呢 最近传出来的啊 这个郭海东可能是受到了牵连的这件事情啊 那么现在呢 不光是郭海东啊 可能是他的老婆叶昭影啊 可能也逃脱不了啊 而这个证据呢 也直接是来自于他们这个网络直播的内容啊 现在呢 有一段视频呢 在网上流传 就是在2023年元旦的时候呢 他们有一个直播啊 那叶昭影呢 在这个直播当中 向郭文贵来表白啊 他呢 是为了表忠心啊 但是呢 现在可能成为他们两口子的犯罪证据啊 一会儿我们来讨论一下 他的这个详细内容啊 先来说一下关于日本的小林制药的这件事情啊 我现在呢 仔细的研究了一下啊 笼统的说呢 就是日本的小林制药公司 他生产的一种含有红蛆成分的保健品啊 最近呢 在日本造成了服用人员的死亡啊 现在死亡的人数呢 已经上升到5人啊 这是截止到当地时间3月31日啊 那么4月1日呢 现在日本已经过了 但是呢 因为语言的原因 因为媒体报道的原因啊 我现在还不掌握4月1号的情况啊 反正就截止到3月31日啊 据日本的朝日新闻报道 说是呢 截止到3月31日 已经有超过680人就诊啊 其中114人呢 已经住院了啊 有5个人死亡到目前为止啊 这个情况呢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关于日本政府啊 对小林制药呢 进行调查的这件事情啊 不是调查是检查啊 根据日本朝日新闻31日的报道啊 说日本政府相关人员啊 对小林制药公司和哥山县工厂的现场检查呀 于当地时间的15时左右已经结束了啊 现场检查结束以后呢 小林制药公司制造本部长山下建司 在接受现场媒体采访时候呢 鞠躬道歉啊 这是日本人啊 惯用的伎俩啊 他们呢 不管是检查的结果是如何啊 就是呢 永远是啊 态度是特别的恭敬啊 但是呢 这说以后啊 他们的行为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那么这个山下他是怎么说呢 他说啊 公司现在的责任呢 是向公众准确的传达目前的状况和相关数据 对于媒体啊 关于现场检查的内容以及和哥山县工厂 红取原料保存情况的提问 山下说呢 正在接受检查 无法对相关问题做出回答 当天的现场检查从九十三十分左右开始啊 厚生劳动省及和哥山县政府共计17名工作人员参与了检查 说目前小林制药生产的含红区保健品致死的原因尚不确定 那么我看到呢 有更明确的表达呢 就是啊 通过对小林制药啊 现场进行检查啊 说他们的设备啊 生产线啊 还有工作环境啊 原材料啊 人员啊 方方面面啊 说全都没有问题啊 全都没有问题 你说这叫什么事啊 但是呢 就是民众吃了他这东西呢 造成了这么多人的生病啊 甚至五个人死亡 对不对 我刚才说了114个人住院啊 截止到3月31日啊 然后呢 经过检查说是没有问题啊 那么根据朝日新闻的报道啊 朝日新闻就在街头采访了日本的民众啊 日本的民众怎么说呢 有一位日本的民众说哈 希望可以尽快的调查清楚相关原因 这些保健品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成分 我以后也不打算购买 另外一位日本的民众说呢 我们也感到很不安 希望能够尽快查出一个结果 这样一家大型企业的产品出现这样的问题 今后自己可能还会服用他们的产品 我有些担忧 还有一位女观众说呢 除了商品本身产生的问题之外呢 这位女观众说啊 小林制药做一家拥有一百多年历史的企业 出现这样的产品安全问题 而且事故发生以后呢 应对也迟缓并且模糊 这就降低了民众 对像小林制药这样大型企业的一个信任危机 另外一个年轻的男性朋友说呢 说小林制药是一个很大的公司 正因为是这样的大公司 大家之前才信赖他们 现在我也是有一些不安了 还有一位观众说呢 以前大家认为毕竟是大公司 而且大家都在用 所以不会有问题 但是呢 其实这不能成为我们购买保健品的理由 保健品首先应该是对健康有益的 另外呢 我看到中国的中央电视台上 还发了一篇文章啊 这篇文章的题目呢 就是小林制药红驱风波的 警示与启示啊 我们来看小林制药 这次风波是怎么回事 以及呢 对中国有什么样的影响啊 然后这个央视的记者说啊 近期日本有多人在服用小林制药公司生产的 含红驱成分保健品以后 因为肾脏疾病住院甚至死亡 截止到28日晚 服用该公司涉事保健品的消费者中 已有5人死亡 114人住院 另有大约680人入院就诊 或者准备就诊 该事件引发了日本国内外的关注 并且再次敲响了保健品安全警钟啊 我刚才说呢 是截止到31号 其实不是啊 中央电视台说呢 这是截止到28日啊 有5人死亡 114人住院 还有680人入院就诊啊 那么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说呢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 此次红驱风波暴露出日本 功能性标示食品制度的安全隐患 日本红驱制备工艺经验不够完备等问题 专家们也提醒消费者不必谈红驱产品而色变 但要理性对待 谨慎购买这些消费品 首先呢 关于监管存在漏洞啊 说此次事件暴露出了 日本功能性标示食品制度的安全隐患 我们口中常说的保健品在日本 被称作保健功能食品啊 曾分为特定保健用食品和营养功能食品两类 2015年以后呢 又新增了一类功能性标示食品 功能性标示食品生产商呢 只需在上市销售之前 向日本内阁府下属的消费者听 提交与其声称功能相符的科学依据进行备案就可以了 无需日本政府部门审批许可 这种相对宽松的监管机制 可能导致有关各方在安全性检验上存在疏忽 日本后生劳动大臣武建敬三 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从最早出现健康问题报告 到小林制药宣布召回产品 间隔两个多月的时间 在此期间 小林制药公司未向政府提供相关信息 这不得不说很遗憾 这是那位观众所说的啊 他们在处理问题上面呢 是一个拖延的态度啊 能拖一天就拖一天 然后呢记者说啊 此次事件以后 日本政府将着手对所有申报备案过的数千种的功能性标示食品 实施紧急检查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博士生导师朱毅表示 日本对功能性标示食品准入宽松 相比较我国是注册制与备案制相结合 既抓面又抓点监管更加严格 中国中药协会中药发酵药物专委会发酵中药影片技术专家组组长 图银红表示 药品和保健食品上市以后 企业必须进行严格的监控 这包括但是绝不仅限于不良反应报告制度 日本经济学家无线合同会社首席经济师田代秀敏表示 小林制药公司本次食品安全危机也有企业组织上的问题 该公司是典型的日本家族企业 这类企业做经营决策的时候 可能存在家族利益优先于顾客利益的倾向 小林制药接到健康受损的报告以后 未立即采取有效措施 并向相关机构报告导致了危害扩大 第二方面就是关于制备工艺的缺陷 小林制药公司本月22日说 该公司对自己生产的含红区成分保健品 及其使用的红区原料进行分析以后发现 其自产的红区原料当中存在当初 意想不到的来自霉菌的成分 但是尚未弄清该成分究竟是什么 日本厚生劳动省29日表示 小林制药在涉事产品当中检测到了 软毛青霉酸峰值 软毛青霉酸是由青霉菌产生的一种天然化合物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小林制药认为该化合物可能是有问题的成分 将通过日本国立医药品 食品卫生研究所等机构进行验证 身途云红表示说 红区产品本身应用广泛 在我国已有一千余年的使用历史 用于制药酿酒食品着色等方面 目前我国使用的红区菌 未经国家安全性的评价 允许用于保健食品和药品的紫色红区菌 而日本小林制药于2016年才开始红区原料的制备 刚才呢 他说用于制药酿酒和食品着色 我在其他方面了解到 就咱们经常吃的那个豆腐乳 北方人叫酱豆腐 那个呢 他那个红色 也是用这个红区产品来着色的 这个身途云红说呢 日本小林制药使用的 丛毛红区菌 是未在中国法定允许 应用于保健食品和药品的菌株 菌种选取是一个复杂 而且科学严谨的过程 很遗憾看到此次小林制药 虽然对菊霉素这种 治病毒素控制的很好 但是呢 仅此远远不够 据悉 小林制药问题批次产品 在鸭片过程当中 还使用了多种辅料 这些辅料会不会产生不良反应 小林制药至少到现在还没有说清楚 我在前面已经说了啊 这两天我了解到呢 就是小林制药的这些保健品呢 他并没有进入中国市场 因为中国市场呢 并没有批准他 但是呢 我了解到日本方面说 就这个制药厂他自己说的 他说他这产品啊 可能通过啊 其他的一些电商渠道 非法进入了中国市场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中国的专家说呢 不必谈红曲而色变啊 中央电视台说呢 日本专家认为啊 此次小林制药的红曲相关产品当中 之所以出现意想不到的成分 主要有三种可能性 一是在生产过程当中 混入了未知成分的异物 二是混入了能够生成 未知成分的微生物 三是红曲菌珠 突变成了能产生未知成分的菌珠 他有这三种可能啊 就是说呢 中国是长期用这个红曲原料来进行 以上我刚才所说的 专家说的那三种啊 一个是制药 一个是酿酒 还有食品着色啊 比日本呢 要早很多啊 根据专家的意思是说呢 其实这个技术呢 是比较稳定安全的 但是呢 小林制药这次呢 出现问题啊 日本的专家说啊 可能是第一啊 因为生产过程当中啊 混入了未知成分 第二种呢 就是混入了能产生未知成分的微生物 第三种呢 就是这个红曲菌珠啊 他变异了 这是日本的专家说啊 中央电视台这篇文章说呢 多年从事食品安全相关工作的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唐木英明表示 小林制药使用的红曲菌没有合成橘霉素的基因 通常情况下很难想象红曲菌会产生有害物质 无需对正常红曲菌的安全性抱有不安啊 他就是说呢 红曲菌这个东西呢 它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啊 正常情况下 它不会产生的有毒的叫橘霉素啊 它不具有这样的基因 然后呢 深途英雄也表示说呢 日本企业出现的个别质量问题啊 不代表着红曲相关产品的真实情况啊 芬兰独理学与药物开发专家 赫尔辛基大学独理学客座教授哈里 耶尔维莱宁说 导致人出现肾中毒的情况有很多 即使不考虑制备过程的细节和所涉及的生产批次 肾中毒也有可能由患者服药总量中的活性成分本身超标引起 例如在此次红曲相关产品风波当中 如果患者未按照说明而超量服用保健品 或在以服用他丁类处方药的基础上 又加了保健品 则可能导致出现肾中毒的情况 看来呢这次啊就是因为服用了这个保健品以后呢 导致了肾中毒啊 现在就是咱们导致的肾中毒 这个呢好像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啊 然后中央电视台这篇文章说呢 日方专家也提醒啊 保健品不是药品 保健品是将相关功能成分浓缩以后制成的片剂或者胶囊等 消费者亦摄入大量相同成分并持续服用 一旦保健品含有害成分 其健康风险会比食用普通食品更大 另一方面呢开具处方的医生 药店的药剂师可以指出药物的副作用 并说明使用方法 但是保健品则靠消费者自己来判断 有可能出现安全风险 中国人啊包括日本人韩国人啊 咱们亚洲人主要是咱们东北亚的这些人啊 特别喜欢这个保健品 其他的民族其他的人种 我看他们啊不是特别的喜欢保健品啊 保健品这东西说实在呢 我不是特别的喜欢它 我觉得你日常啊 我们吃东西也是一个正常就够了 对不对 何必还有这个补品那个补品的呢 然后呢央视记者说啊 据小林制药发布的消息啊 可能有一些中国消费者通过跨境电商等渠道 购买了设施产品 专家提醒说呢 购买海外产品尤其是食品类的产品 要选择正规的品牌授权店铺 通过非正规的渠道购买的产品 一旦发生问题 消费者可能难以维权啊 你看这个呢 就是我前面所说的 日本方面小林制药已经发布的消息 他前两天发的消息啊 他说他这个产品啊 可能已经通过跨境电商进入到中国了 那他怎么知道的 对吧 合着有一些电商 可能直接从这个小林制药来进货的 那小林制药呢 可能哈也问过他们说 你在中国有这个许可吗 然后他们有可能说没有 对不对 所以现在中国方面哈 就是说中国没有批准他这个东西啊 然后小林制药说没有啊 他也有这个产品通过其他的渠道呢 进入了中国市场啊 他是很清楚的啊 不过呢 在中国的消费者哈 谁现在买了这个产品 这事闹得沸沸扬扬的 他自己肯定知道这事 对吧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个什么东西的话呢 就说明你没有接触到这个东西啊 有的时候我在加拿大啊 我去看病的时候 有时候医生会问你说 哎你有没有对什么什么过敏啊 或者你有没有得过什么什么什么病啊 有的时候呢 因为英语的原因啊 我觉得说我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那医生就会说 那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就是没有 如果你有的话 你肯定早就查清楚了 这个东西英语是怎么说的 对吧 是这么一个道理啊 如果说你买了这个产品的话 现在你不可避免 你肯定知道小林制药的这个出事了 对吧 如果你压根不知道这个东西的话呢 那你就是说呢 你没有买过这个保健品 总之一句话呢 中国的专家说呢 这个事啊 不必过分的恐慌啊 作为中国的消费者来说 那么根据日本的朝日新闻采访的那些日本的民众呢 我看这个小林制药以后 他的信誉呢 就大大折扣了 很多人以后可能再买小林制药呢 可能就比较含糊了 就不再信任他们了 那么现在我进入呢 我这个视频的第二方面的内容啊 前两天呢 其实我曾经就说过啊 就在郭文贵被捕一周年的时候啊 那会儿就说 说美国对于郭文贵案呢 嫌疑人的名单呢 又扩大了啊 据说是扩大到了这个郝海东啊 那么我刚才也说了啊 现在在网上流传着一个视频啊 这个视频呢 这个视频呢就是从这个郭文贵在2023年元旦的现场直播的那个视频截取的一段啊 那么从这段来看啊 就是美国的这个司法机构啊 他们用不着去搜集郭文贵的犯罪证据啊 郭文贵他们呢 直接他自己全都是在他的这个直播里面啊 全都公开了啊 比如说在我所说的这段视频里面啊 在2023年元旦的时候呢 他这个视频里面 就是郭文贵又发起来了一个诈骗啊 他那个目标呢 说是啊 说我们的目标是百八十万的啊 他发起这事的时候呢 我估计啊 他会向他一些骨干分子呢 事先打好招呼啊 说服他们啊 因为叶昭影就说了啊 说这个郭海东接到郭文贵的这个项目之后呢 然后这个叶昭影就说啊 他就说 我就知道这个郭海东他要干什么 那意思就是说呢 郭海东一定会参与到郭文贵的这个事当中啊 但是呢 叶昭影就是说啊 他说我想了一夜 我一个晚上我都没有睡着觉啊 第二天这个郭海东啊 起床以后 他是跟着说 他说我想了一夜啊 我现在能写一个遗书啊 你爱干嘛干嘛的吧 我从这段来看啊 好像是说 郭海东呢 应该是想参与到郭文贵的这件事当中啊 叶昭影呢 可能不太想啊 他可能是知道这件事呢 问题可能很严重啊 然后呢 叶昭影呢 一宿都没睡好觉啊 第二天 他是写一个遗嘱 然后跟郭海东说 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咱们不知道他遗嘱的内容是什么 但是听这话茬 这意思就说呢 应该是呢 就是有关这件事的这个后果问题啊 那么这个叶昭影的意思就是说呢 哎 你去干这件事啊 我支持你出现后果 我们共同承担呢 还是说呢 你爱怎么着怎么着 我也不管你了 出现后果你自己承担呢 应该是前者 为什么呀 因为呢 在这个视频当中 郭文贵啊 就对叶昭影表示了感谢啊 他说你看啊 叶昭影妹妹啊 现在对这事呢 也是大力支持的啊 所以呢 你看 有郝海东两口子啊 都非常支持啊 说这个兄弟姐妹们啊 还犹豫什么呀 那郝海东也出来说 对呀 兄弟姐妹们啊 都准备好钱啊 我们会大干一场啊 郭文贵说呢 我们的目标啊 搞个百八十亿啊 没有问题啊 然后郝海东说 哎 不要说美元啊 我们要把目标搞得更大一点啊 搞个百八十亿欧元啊 欧元比这个美元更值钱一些啊 他说广大的兄弟姐妹们啊 都把钱准备好啊 我觉得他们特别的搞笑 骗人啊 诈骗啊 还有让那个被骗者 把钱准备好的啊 就郭文贵啊 他喜欢在网上大嘴巴 喜欢在网上说啊 我早就知道这个啊 郭文贵啊 什么都在网上就咧咧啊 他可能觉得说呢 他在美国啊 就靠上了这个保守党这帮正棍啊 他觉得是有恃无恐啊 他们都会保着他 对吧 有恃无恐啊 什么话都敢说 什么事都敢做 很多时候就他自己说的话 就是他的犯罪证据啊 就是铁证啊 如果说是这帮人啊 把自己送到监狱里去的话 这完全都是他们自己 把自己啊 送到监狱里面去啊 那么郭文贵就说 我们搞个百八十亿哈 我看到美国的法庭文件里面 说的那个数字 就和郭文贵说的这个数字 是相吻合的呀 那么美国的司法机构 指控这个郭文贵 他这数字从哪来的 就是从郭文贵 他们自己的这个视频上面来的呀 你说这帮人有多蠢吧 对吧 那郭文贵还觉得他 好像是他那个基因 是优质基因啊 在世界上都难得的啊 他竟然还卖他的精子啊 说他的精子卖多少多少钱啊 真是搞笑啊 这个视频呢 又是一个新闻联播 第一条新闻呢 是关于这个俄乌冲突的 那么这两天呢 有一个消息呢 就是啊 俄罗斯方面呢 表态说啊 说俄罗斯呢 不会参加在瑞士所召开的啊 俄乌和谈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呢 就是俄罗斯呢 不接受啊 强加给他的这个和谈规则 那么这件事情 它具体是一个什么呢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啊 但是呢 我们就知道呢 要发生一个什么事情啊 就是说在瑞士啊 要召开一个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一个谈判 那么我们就知道呢 乌克兰啊 在之前的时候啊 多次召集了所谓的和平会议啊 那么他那个和平会议呢 他都不邀请俄罗斯参加呀 也就是说呢 这一次啊 再一次的由这个乌克兰啊 召集了这么一个所谓的和平会议啊 和以前不同的是呢 这次就邀请了俄罗斯来参加啊 但是呢 被俄罗斯拒绝了啊 我们就是从俄罗斯拒绝这件事呢 我们就知道这次和以前的不同啊 以前的时候呢 可以理解称这个乌克兰 他单方面的在世界上刷存在感 或者说呢 是他的一个召集西方国家 或者是哭穷啊 或者是卖惨啊 他虽然说呢 他要和平要停战啊 但是呢 你没有这个交战双方参加的一个 再叫和平的会议 他也答不成和平啊 你跟别人再达成协议 对不对 你和俄罗斯不达成协议 这个战争不会停啊 是不是呢 那么这次就不一样了 这次很显然的乌克兰 是要求这俄罗斯来参加的 这是真正的一个 以停战为目的的一个和平会议 对不对 尽管说呢 我们也不认为 就算是俄罗斯参加 他这一次能达成一个协议 我认为他也达不成啊 因为呢 乌克兰压根就没有做好准备啊 那么他们要达成这个和解协议的话呢 那么四个字啊 乌克兰是避免不了的 就是割地赔款 割地赔款啊 尽管说呢 到最后啊 俄罗斯不见得说 要求乌克兰这个赔款啊 但是呢 他割地是不可避免的 到最后达成的协议呢 一定是乌克兰 必须得放弃啊 已经独立的那些领土啊 如果那些领土你不放弃的话 那是不可能啊 之前乌克兰就是说呢 他们要求的和平呢 条件就是 俄罗斯呢 必须得把所有的土地 一寸不让的还给这个乌克兰 俄罗斯必须把他们的士兵啊 一个不留的撤出乌克兰 第三条呢 就是俄罗斯必须得提供这个乌克兰战后重建啊 一分不能少啊 就这三方面的条件啊 绝不让步啊 这不可能的事 这不可能的事啊 相反 这三方面乌克兰 如果想和俄罗斯达成协议的话呢 必须都得妥协啊 都得妥协啊 现在据报道就是说呢 乌克兰啊 他们现在要面对现实了啊 他们有可能就是说呢 现在已经失去的这些领土呢 就得认了 就是乌克兰 他的国家的边界线啊 要重新定义了 要改变他这个国家的地图了 现在问题就是什么呢 就是乌克兰啊 还要不要再组织一次大反攻的事啊 我现在看到是这样的啊 如果乌克兰真的是现在要面对现实的话呢 大反攻就算了吧 以前的时候呢 又不是说没有主张过大反攻啊 大反攻呢 或者说失败 或者说呢 压根就成行不了 对不对 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 我还看到这个马斯克呀 他又发了一个长篇的推文啊 他这个推文里面就是说啊 他说你看你乌克兰啊 你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你现在你就四个字 割土求和 那我在去年的时候 我给你的建议是啥呀 你们还不乐意 对不对 去年我就给你建议了 你就得割土求和呀 为什么呀 因为你面对对手是谁啊 你在面对俄罗斯的时候 你说你能成功吗 你这耽误了一年 有什么不同啊 就是你死了更多的人 你看你不听我的话 对不对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啊 乌克兰你吃大亏了 这是马斯克啊 在这个推特里面啊 现在叫X啊 我老是改不了这种叫法 我也不知道怎么叫啊 我以前呢就是说 在推特里面发了一个推文啊 你现在你说什么 在X里面发了一个X文吗 应该是这么说吗 我也不知道啊 说推文说顺了嘴了啊 如果你想看马斯克的这个推文的话 你可以到推特里面去看一下 到X上面去看一下 那么昨天的时候呢 还有网友啊 就跟我讨论了 就是这个泽连斯基的命运问题啊 泽连斯基呢 这小命是休矣啊 他是必死无疑的啊 然后他的小命呢 是会被谁要走呢 说一定是美国 他离开不了乌克兰这个土地啊 他的小命是绝对保不住了 那么其中呢 一个详细的分析 我本来想呈现在 我今天的视频里面 但是呢 因为时间的原因啊 我这个视频啊 讨论不了啊 如果讨论他的命运去向问题呢 就是呢 需要讨论的内容太多了 就是说他对于美国来说啊 是有什么样的用啊 有什么样的害处啊 对于俄罗斯来说呢 有什么样的用处 有什么样的害处啊 他可以和美国如何谈判呢 他可以和俄罗斯如何谈判呀 为什么这个谈判能成和不能成啊 就太多的内容啊 下一次有机会的时候呢 我们再来讨论啊 总之一句话呢 泽连斯基啊 他很快就要成为这个美国的弃子了 那么第二个新闻呢 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啊 就是另外一个战场 这个巴以冲突啊 巴以冲突呢 自从这个联合国第一次通过了一个协议啊 美国呢 虽然投的是弃权票啊 但是呢 他毕竟没有投赞成票啊 完了以后 联合国的这个清货协议呢 我们看他啊 并没有得到执行啊 而且呢 内塔尼亚胡非常的强硬啊 他说呢 我们绝对不会执行联合国的这个决议的 谁也阻挡不了 我会向拉法发动这个进攻和袭击啊 但是呢 我们大家看到了 现在呢 形势就有所不同了 那么不同是什么呢 就是在以色列本土啊 已经连续两天了 有数万人上街游行示威啊 要求内塔尼亚胡或者立即停战 或者引咎辞职 就给他这么两个选择 这两个选择呢 实际上呢 就是一个选择 但是内塔尼亚胡呢 现在态度仍然是非常的强硬啊 那么我就认为哈 连续两天了啊 数万名的以色列民众上街游行示威啊 而且呢 他的这个暴力程度是越来越严重啊 现在在以色列的街头啊 他的民众游行示威啊 就跟战场差不多 火光熊熊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我认为这里面也有可能 有美国CIA的身影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如果回忆一下啊 这次内塔尼亚胡 最后一次竞选的时候啊 上台 那么内塔尼亚胡和他的儿子说什么呀 说呢 他们差一点 这一次呢 就上不了台 或者说呢 他这次上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艰难啊 原因是什么呢 他们父子俩就说呢 是美国捣乱的 美国在以色列进行颜色革命啊 你没有听错 对吧 还记得吗 大家还记得吗 以前我在我的视频里面曾经说过这件事情啊 美国啊 在以色列有更好的代言人啊 实际上内塔尼亚胡呢 不是美国最好的代言人啊 那么这次以色列啊 又连续两天的时间啊 越演越烈的 越来越多的人 烈度越来越强的这种游行示威啊 这里面啊 很有可能 就是有美国的谍影重重 你不信你不信你都瞅着啊 到最后 那塔尼亚胡或者他儿子呢 会通过某些途径来表达他们的这个意见啊 他们一定是这么认为的啊 好 第三方面的新闻呢 是关于这个美国和北约的 突然就爆出来一个消息啊 是美国的媒体报道的 说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证实啊 说夏威夷不受北约集体防御的保护 这个呢 让我挺震惊的啊 怎么回事啊 那些欧洲的国家啊 纷纷的想加入这个北约啊 不就是想寻求这个北约的保护吗 怎么这北约都不保护美国呢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来看一下环球时报关于这件事的报道啊 那环球时报报道说啊 美国有线电视台也就是新闻呢 在3月30日的时候啊 发文说 美国这个州不受北约条款的保护啊 在美国50个州当中 只有49个州受北约的保护 说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 夏威夷从技术层面上来说 被排除在北约第五条款之外 也就是说呢 如果外国势力向印太司令部的总部 或者位于珍珠岛的美国海军基地发动袭击的话 北约其他的成员国没有义务来保护美国 具体来说呢 就是夏威夷 CNN报道说啊 说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戴维·桑托罗说 这是一个最奇怪的事情 大多数的夏威夷居民也不知道 该州实际上游离于北约之外 而不包括夏威夷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它不是北美洲的一部分 CNN说啊 夏威夷于1959年正式成为美国第五十个州 但是呢 北大西洋公约也就是北约呀 是在1949年就签署了 他的第五条款的内容呢 就包括对于一个或数个缔约国的武装攻击 应视为对缔约国全体的攻击 但是第六条款对地理范围进行了限制 对一个或多个缔约方的武装攻击 被认为是对任何位于欧洲或北美的缔约方领土的武装攻击 同时所涉及的岛屿领土必须位于北大西洋北回归线100 据报道啊 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发言人证实说啊 夏威夷不在第五条款适用范围之内 但是第四条款规定 当任何成员国的领土完整 政治独立或安全受到威胁时 成员国将进行磋商 这名发言人说啊 任何将夏威夷纳入进来的条约修正案 都不太可能取得共识 因为其他成员国也面临着类似的例外情况 先说呢 一些美国专家认为啊 北大西洋公约签署以后 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 位于夏威夷的美国军事基地 可以在应对朝鲜支持台湾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将夏威夷排除在北约集体防御之外 削弱了美国的威慑力 还有学者提到 关岛也应该被纳入北约的保护范围之内 它在战略上比夏威夷重要的多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孙成浩 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说 如果夏威夷被攻击了 美国盟友应该不会因为北约没有规定 就不提供帮助 而且啊 美国在澳大利亚 日本韩国都有主角 它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军事同盟关系 也会发挥协助防卫作用 孙成浩认为 从当前国际形势来看 夏威夷遭到打击的可能性不大 美国媒体不应该通过炒作此事 渲染所谓的紧张局势 就是清华大学的这位专家认为呢 美国CNN来讨论这件事情 是在渲染紧张局势 我不觉得它能渲染出来一个 什么样的紧张局势啊 谁会来攻击它的夏威夷呢 美国呢 号称是现在最大的敌人 可能就是中国和俄罗斯 俄罗斯会去攻击它的夏威夷吗 中国反正不会去攻击它的夏威夷 那么它通过现在呢 渲染这件事情啊 它是在传递一个什么信息呢 我觉得是不是在警告一些方面啊 尤其咱们的台湾啊 你不要想的太多 想的太好了啊 你不要认为说大陆武统台湾的时候啊 美国能来救你啊 美国是不会来救你的啊 正像这个北约 不会来救夏威夷一样 美国是不会来救你的 同时呢 还有那跃跃欲试的菲律宾对吧 今天呢 我看到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啊 有记者呢 就问了一个问题啊 说菲律宾一方称啊 如果中国认为可以恐吓菲律宾人 将会感到吃惊啊 那温文斌呢 是如何回应的呢 我觉得温文斌的这次回应啊 可以往相比 是最明确的一次啊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这个外交部上的内容啊 这个菲律宾真够逗的 那记者呢 是这么问的 记者问说啊 我们注意到3月29日啊 菲律宾国防部啊 发表声明啊 称中方近期 关于南海问题的声明显示啊 中国政府只会居高临下 一大欺小 30日呢 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 助理总干事 马拉雅也表示说 如果中国认为 可以用其在菲律宾海域 日以咄咄逼人的行为 来恐吓菲律宾 中国将会感到吃惊啊 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啊 这菲律宾挺强硬啊 意思就是说 菲律宾可不是下大的啊 你中国如果是要恐吓菲律宾的话 你就试试看啊 是这意思吧 然后呢 汪文斌是这么回答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啊 在回应时表示说 包括仁爱交在内的南沙群岛 是中国固有领土 菲律宾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的 南沙群岛不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内 这非常明确了啊 菲律宾一再的对中方进行无理的指责 无非是为了掩盖其自身在南海问题上 背弃承诺 请权挑衅的事实啊 那么事实是什么呢 我认为以前的时候呢 中国也总是这么说 但是说的不是特别的明确啊 但是这一次 汪文斌说的是非常明确 我们来看一下啊 说菲律宾违背了在仁爱交问题上 向中方做出的承诺 非方曾经正中承诺啊 拖走在仁爱交非法坐摊的军舰啊 但是25年过去了 非方军舰至今仍然滞留在仁爱交上啊 也就是说25年前啊 他那个军舰搁浅在那的时候呢 那么非方曾经就承诺说会拖走 但是25年过去了 仍然没有拖走啊 汪文斌说 菲律宾违背了中非就妥善管控仁爱交局势 达成的谅解啊 达成什么样的谅解呢 非方承诺啊不加固坐摊军舰 并且提前向中方通报运补计划 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 对非方向坐摊军舰运送必要生活物资的传只 多次做出临时特殊安排 但是非方却一再出尔反尔 企图运送用于大规模维修加固军舰的建筑物资 以期实现对仁爱交的永久侵战 这是菲律宾一方的第二个承诺 就说这个坐摊的军舰呢 上面有人 我们只会对人呢进行这个生活不及 不会进行进入不及 可是现在呢 万文斌说 菲律宾违背了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宣言第五条规定 各方承诺保持自我克制 不采取是争议复杂化 扩大化和影响和平与稳定的行动 包括不在线无人居住的岛交贪杀 或者其他的自然构造上采取居住的行动 第三个呢 就是啊 中国和东盟国家签署的一个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啊 宣言第五条就规定说 你现在你上面没人的这些呢 还保持他没人啊 那么像仁爱交呢 就是原来是没人的 现在呢 你菲律宾想在上面搞人吗 真还违背了这个宣言 欧文斌说啊 仁爱交就是一个无人岛交 各方应该维持仁爱交无人无设施的状态 但前不久 菲律宾军发发言人公然声称 要在仁爱交上建造永久建筑 菲律宾还频繁的派员 登林铁线交等 中国南海无人岛交 严重违反了宣言的精神 菲方依仗外部力量的支持 背信弃义 一再挑衅 这是导致当前海上局势紧张的根源 事实无法掩盖 是非不容混淆 菲方应当立即停止 导致权挑衅情境 尽快的回到遵守和落实宣言精神的轨道上来 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 最后一条新闻呢 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啊 这是马英九啊 率领台湾的一帮青年啊 再一次的到大陆进行访问这事啊 今天呢 终于是成行了 据这个大陆的媒体报道啊 是新华社4月1日的报道说啊 马英九率台湾青年一行 一日趁机抵达广东交流参访 中共中央台办 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啊 当晚在深圳会见了马英九一行啊 宋涛首先转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马英九的亲切问候啊 宋涛表示说 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 要坚持九二共识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务势力的干涉啊 积极的促进两岸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啊 共同弘扬中华文化 增进两岸同胞亲情福祉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 坚定不移的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啊 同心共创民族复兴伟业 马英九对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表示感谢啊 他表示说 两岸同胞血浓与水同气连之 应在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政治基础上啊 加强两岸各领域 特别是青年之间的交流合作 推动两岸关系向前发展啊 那么这件事情啊 我知道啊 咱们好多的网友对马英九有意见啊 说马英九那你早干嘛了啊 这事是这样的 咱们不管以前的时候啊 咱们不管以前他做了什么 说了什么对不对 他发生了不可逆转啊 以前发生了就发生了啊 但是没有办法的 对不对 那么就现在这种形式下啊 马英九率领的青年 这是第二次呢 到大陆来这个访问了啊 这是不是有利于统一啊 对不对 它是有利于统一的呀 对于蔡英文来说呢 这不是一个好事 对不对 两岸进行交流 两岸的青年进行交流 是不是多一个人了解大陆啊 台湾同胞多一份对大陆的这种感情 对不对 而不是敌意 是不是更好一些呢 更何况呢 这件事情啊 是敌人特别反对的呀 你看着美国的这些媒体 对不对 别的不说呢 咱们就说美国之音啊 他这里面今天啊 得有将近一半的这个话题啊 都是来讨论这个马英九到大陆来访问的这件事情啊 你比如说呢 这篇文章说啊 马英九启程再访大陆 很可能在北京二会习近平啊 因为他这次到大陆访问啊 和上一回不一样的是呢 北京是他的一战 所以这次啊 马习啊 会不会再次的会面啊 成为全世界关注的一个热点 当然这一次呢 他们两个会面和以前的都不一样了 马英九 他不再是台湾的这个地区领导人 对不对 他不是地区领导人了呀 他和习近平就不能叫这个马习会了 而是习近平接见这个马英九 对不对 然后呢 美国之音啊 另外的一篇文章就说了啊 马英九将访中国专家啊 冒号若有习马二会 习近平可借机对台美发信号啊 所以说啊 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呢 对不对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